台湾就要进入雨绵绵的汛期了 气象局预测今年梅雨来得比较晚 可能在5月下旬才会来报道 整体而言5月6月雨量正常偏多 对于近日常常出现剧烈天气难料的状况 气象局表示下个月1号新的预报系统上线之后 渴望让预报更加准确 连闪电也能侦测 气象局预测今年梅雨大概会在5月下旬报道 来得虽然晚不过雨量正常偏多 但是今年也是盛阴转为反盛阴的一年 受到大范围偏暖影响 台湾5到7月的温度将会偏高 那我们预期温度升高的激励很大 但是降雨的时候又会降温 但是相对来讲 应该是在比较排名前面的 这种极端的高温有可能出现 5月中部以北受到封面和华南云溪进入 降雨一波波 台湾也进入汛期 气象局提醒这段时间最要注意瞬间大雨 还有落雷闪电跟冰雹等剧烈天气 过去做不到的事情 有这个系统之后可以做得到 气象局新系统5月1号上线 多了闪电侦测系统 还有最被民众诟病 下了雨才发特曝的状况 能有机会改善 对我们现在看来就是高平地区 将来的话很可能就是 屏东县里面的乡镇的名称 都会自动列出来 出现某一种我们定的标准的这种 墙内的降雨或墙震风甚至冰雹 有可能出现的时候 我们现在估计应该是有半个小时到 一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的疫情 认为更能精确掌握剧烈天气气象局的 新预报系统准不准 能否更进一步为防灾提供资讯 都让民众拭目以待 有点TV有问题 欢迎君彦佳妮 台北报道